俄国你看他在军事的部署上 包括在外交 你看这个谈判上面 感觉起来目前为止都占了上风 我们来看下一张 一直有提到一个名字叫做马克宏 大家都很关注 这所有这一场好几场的 所谓的跟俄罗斯的会谈里面 最受关注的就是前几天这一场 2月7号 所谓双方元首会谈的 5个小时18分钟 不过这照片一出来 大家吓一跳 两个人 这个是要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吧 这个至少是外交史上 看起来一对一最远的距离 中间就只有一盘花 什么东西都没有 5个小时18分钟 然后桌长4公尺 当这画面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看二稿批图 比如说把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 全部放在中间 最后晚餐 对最后晚餐的这个图 然后再来看到这个 双方在打羽毛球 然后或是说 这真的叫做喊话 真的叫做跟俄罗斯喊话 因为太远了 要用大声攻 这些二稿批图 当然是这个差余饭后的去谈 不过我们看到注意到 但是讲的时候 一开始法国马克宏 再去跟乌克兰总统讲的时候 就说哎呀 带来好消息 俄罗斯是不打算 继续升级军事调度 也渴望在二月下旬开始 撤收东返 就俄国马上这个立场 说这些全部都是假的 我们基本立场都没有改变 普丁跟马克宏 只是交换看法 离承诺还差很远 这个看起来像是你说去英国 或是什么刚才诺曼地会谈 或法国普丁 法国跟普丁去谈 都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我问一下罗斯 就是那俄罗斯到底想跟谁谈 他过去本来也说 这不关美国的事 那这所有都谈过一轮了 那到底他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他想跟乌克兰谈 他跟乌克兰谈 对 因为他普丁知道 乌克兰没有什么谈判的筹码 乌克兰要口头俄罗斯 所以普丁虽然他有花时间 他借鉴马克宏 我只会今天跟拜登讲电话 但是他不会答应他们什么 对不对 他这方面已经有二十几年的经验了 我们刚刚都讨论到 那他的底线全部都不退让的时候 他跟所有各国的领导人谈一谈 那他要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造成他们分裂 结果我们刚刚都讨论到 德国他有他的考量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 BCR 法国有他的考量 连任成功 拜登有他的考量 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再增加我的headaches 因为他已经有很多 比如说通火膨胀 出于疫苗疫情疫苗等等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不希望再增加一个危机 所以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考量 普丁也知道了 所以他还是会跟他们玩 但是最后他不会 因为马克宏来跟他讨论 不会让步什么 对不对 而且他会继续向乌克兰施压 对啊 而且你在说这个跟马克宏谈的时候 苏利文 美国的苏利文不是讲说 你刚才讲的北溪二号 我们这几天就要把它关掉了 结果连德国自己根本不接话也不吭声 刚刚有看到一个字 就是俄罗斯说英国这个外乡 龙子说话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适合来形容 Sullivan跟布林肯 因为他常常讲这样一些 但是其实都没有什么 帮助党 但是他们常常是这样子 已经是一年多了 不管他们谈中国和俄罗斯或者其他议题 他们会讲一些很 听起来是很漂亮 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他们最希望说 We stand with Hong Kong We stand with Ukraine We stand with Taiwan 到底是什么意思 俄罗斯知道了 他们很会 这些人很会讲话 我说Sullivan Blinken 我这个英国外相 但是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 Putin知道了 所以他本人或他团队 还是会拨空会花时间 不管是这个Normandie的这个平台 或者Macron或其他国家的元首 来俄罗斯 他们还是会配合会晚了 但是最后他就很明显 他觉得我就有一个 一个谈判的一个对方 一个对手 那才是Wukran而已 是 刚刚Ross这个特别还提到了 这个包括了美国的外交官 这个大家不知道觉得 讲话中不中肯 我觉得Ross讲话 真的还蛮中肯的 不过我们在讲到前阵子 你看说欧洲各国的领袖 在穿梭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冷眼旁观 甚至还传出来 其实他私底下就觉得 你们在干什么 这个好 这个是美国 应该是NBC传出来的消息说 美国政府的国安闭门会议 拜登对涉乌克兰危机 有关国家领导人 做出一番急性的评价 消息人士说 拜登说德国的总理 这个萧姿 你不是梅克尔 你根本没有能力团结 跨大西洋联盟 以应对俄罗斯 说这个强声 你这个举止很狂暴 马克宏你以为像是你要成为戴高乐一样的人物 然后普丁则是一个拥有核武器 但没有朋友的人 我不知道 但虽然美国后来自己政府否认 说有这样的话 但是这个NBC传出来这样的消息 在此之后 还有一个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这个也是批评现在政府不留情面 普丁跟其他独裁领袖都知道 拜登是美国史上最软弱的总统 所以明白要对乌克兰采取大动作 现在正是时候 不知道赖教授你怎么看 就是说拜登现在看不起来欧洲领袖 但是看起来他的外交官 包括他自己也被前任的都相关的人士来批评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伺候炮 就是马后炮这样子实在是有点缺乏政治的道德 因为今天会发生这个危机 并不是完全是拜登的责任 其实是从特朗普一直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部分 就是说当初欧洲的北约的这些国家 因为瞧不起俄罗斯吃定俄罗斯 所以一次东扩两次东扩三次东扩 现在要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也就是如果没有发生白俄罗斯的政变 就是颜色革命 没有发生哈萨克的颜色革命 没有发生乌克兰的 这个已经要准备要加入 这个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没有发生格鲁吉亚要加入 这个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那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把俄罗斯 瞧不起到这个程度 然后已经倾盆踏付到他们家门口了 怎么会发生这个危机 我说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强调的 就是川普把这个中短层的弹道导弹撕毁 其实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以前也评论过 就是说这个后遗症会很大 为什么 因为中程导弹跟短程导弹当初 就是在欧洲的安全会议发展到安全组织的时候 为了要确保欧洲大陆 也就是北约跟俄国的相安无事 就是前苏联 所以所设定出来的五六十个国家 所组成的欧洲安全组织 有一个就是相互保证毁灭 有一个就是军事信任机制 军事信任机制就是军事要完全透明化 然后有一个支柱 那就是中短层的导弹不能够发展 不能部署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程跟短层的导弹 可以装核弹头 一旦装上去之后 很难拦截 那因此对俄国来讲 它是完全没有安全感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 你的中程导弹 是装的是核弹头还是常规弹头 中程就是500公里到5000公里的这个距离 那我不知道你是装核弹头还是常规弹头 所以当你打出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就直接打核弹了 这个情形就会爆发误解 这就是我们讲的军事信任机制就毁灭了 当初就是共和党时代的特朗普把人家撕毁了 海力讲这话什么意思 我就觉得是你们造成这个结果 结果俄国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反应了 我再强调2018年 那时候是谁执政 2018年的时候俄国就把图160 就是战略轰炸机 就飞到委内瑞拉 来展现说我也可以在你家后院存在 2020年的时候 俄罗斯的海军就进入了古巴 就到了加勒比海了 然后就在那边建军港 他就已经一直在告诉美国人说 我还在你不要欺负我嘛 到2021年就是去年 图95也飞到委内瑞拉 你想想看 做了这么大的动作 那不是就是在告诉美国人说 你不要亲门踏赴到这个程度 特朗普不管 拜登不管 然后今天演变到这么激烈的时候 这么危险的时候 然后这些人都开始责任了 就是因为你拜登软弱 不是啊 你当初特朗普那么强悍 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坦白说今天如果是特朗普执政 那个普丁照样给你出大兵 特朗普到底敢打还是不敢打 你还是一样不敢打 为什么 因为美俄直接交战 全世界哪得了 谁都没有复这个代价 谁承受得了 那以美国的现代的情况来看 俄国反而打得起啊 你美国人真的是打不起啊 是是刚才赖教授来分析 不过我接下来讲到另外一个大国 他的态度是什么 刚刚其实委员也有稍微提到 但是我那边引述 两个在美方的专家 他可能跟你的想法 有点不太一样 他这个是美国华府智库的葛拉伊 大家应该台湾的观众 也非常熟悉他 他说中国正试图稳定对美关系 如果给予莫斯科强力的支持 会导致跟美国之间 出现更多的紧张话题 包括更加清新的说 这个就是民主的联盟 这个是专制的联盟 变成民主对抗专制的分歧 另外也有政治学者在讲说 北京会对莫斯科真正的意图 保持警惕 在这场危机当中多面下注 他说北京会考虑的是 积极支持俄罗斯会 惹怒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欧盟 进而引发欧洲的反击 这跟刚刚委员讲的 反而有点出路不一样 他认为说这反而是欧盟反击 中国会顾忌 我要半开玩笑讲 这两个人都是美帝的打手 都不是客观的分析 葛拉伊长期就更拿台湾的钱 拿美国政府的钱 他当然会帮美国政府释放讯息 你最好跟我稳定好一点 中国真的在稳定对美关系 我这里的纳闷 他只是不想跟美国扯来扯去而已 但是他也没有真的说 要配合你美国稳定你什么 两边还在斗来斗去 这很明显啊 你美国的韩国母舰 在我门口走一走 你的军舰还走到西沙寻岛的领海 你们晃一晃 我怎么会想跟你什么多稳定啊 这个说法感觉还会把中国当小弟 就是说你不要选大哥 这个葛拉伊一向都是碰轰的一个人 所以他讲的话你要相信他的话 你第二天早上睡起来头会痛 我跟你讲 再来我要讲一点 他说民主对抗专制 当然你说因为有政党轮替 就不叫做就是民主不是专制 所以你要把俄罗斯形容为专制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符合美国宪法吧 如果俄罗斯专制的话 全世界拉丁美洲不通通是专制国家了 所以这一点他是故意在扣人家帽子 俄罗斯基本上也是走一种 半欧洲式的这种政党轮替的路线 只是因为普廷太强了嘛 你换上别人的话大概两三下就被干掉了 这是一个 所以普廷在俄罗斯出现是一个明星型的人物 这是一个例外 像欧洲你那个前一战时间 那个我们的女总理 德国女总理也是干了十几年啊 对不对 他也是一个明星型的政治人物啊 马克逢搞不好这下要连续要干十几年啊 对不对 最多两年了 最多两任了 两任也十几年了吧 因为他不是内阁 梅克尔他是因为内阁 所以他就一直一直连任这样 那你这个当然美国总统不可能干十年吧 这个体制的限制 那裴敏欣他是一个中国大陆出生出生的 然后在美国念诗文念得很好 然后他现在教 那他就是跟很多那种中国大陆以前离开到美国 活靠美国人那一类的前段时间当那个这个川普政府里面 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余茂春 什么余茂春 对对什么那个 他不是走一同样的类型啊 他们也在帮美国政府释放一些讯息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分析 理由很简单嘛 我中国大陆在这一场乌克兰危机里面 请问你他有什么角色啊 乌克兰活是死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那你这个不打仗的话 你真的打起仗你 你欧盟要采购这些战争相关的物资 你跟谁买 你还是能跟中国大陆买啊 那你说越南能够供应那么多吗 还有印度能吗 比如说那个美国那个前年 我大使海力他是印度人 他是印度裔的美国人 那印度能供应嘛 都不能供应嘛 那你说中国会派什么兵去 去跟什么白俄罗斯 跟俄罗斯一起去做军事演习 不会啦 不干他的事啊 中国基本上 从历史从现状来讲 他的影响力 大概顶多就是仅指于 东海南海 台湾海峡 他并没有那个一种 国内的一种意愿战略 或者能力 离开这个范围太远 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所以不要说 不要说那个什么乌克兰啊 如果连那个中东有什么危机 他插不上手 所以你说这个欧盟说 哇你这个站在俄罗斯那边 跟俄罗斯买天然气啊 我就跟你事不良力 欧洲人不会这样想 只有裴敏心中假美国人 会这样想 那假的其实也不像啦 假的也不像啊 你说因为欧洲是第二大 什么欧盟是第二大贸易伙伴 会引发这个欧盟的反击 你欧盟要怎么反击啊 我问你你要怎么反击啊 你买的中国货是没有替代 你要怎么反击啊 我是觉得很怪 一个光一个俄罗斯的天然气 不供应你够 你跟美国买的都很贵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很多人可能不懂 因为有管线送的天然气 是气体状态在运送的 所以它的成本是很低的 那我们台湾买天然气 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用海运的天然气 是要在美国的港口 先把它冷冻成液态状态 冷冻你要花多少成本 送到了台湾的海岸 又要再气化 等于又把液态又变成气体 才能够送到中油啊等等的 两次的物理改变啊 你这个很专业 两次的物理状态的改变 你要花多少电 要花多少设备 我们现在不是为了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礁石 藻礁问题炒个饶半天吗 那个地方就是 美国运来的天然气 是液态的 你要在藻礁部分把它气化 那气化的时候 就用海水 用大量的海水 因为你不可能用烧电嘛 因为那没有那么高的成本嘛 因为海水成本就很贵 一年用马达了嘛 所以海水的成本 我们就要把它软化成长温 光这样子 我们的藻礁就要牺牲 然后还花很大的成本 我们台湾天然气的发电多少 成本是七块钱 七块钱 再便宜也要五块钱 我们现在电价才三块钱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欧洲 为什么天然气暴涨什么百分之八十 因为美国人在捞你这点钱嘛 不过如果我们台湾的航运公司 在上面咬一脚我也乐意啦 因为各国为其利益嘛 所以葛莱宜跟裴敏鑫 他们这个不是一个客观的分析 他们基本上是在代表美国 传达他们的想法 欧盟啊 中国如果没有跟你们站在一起 你要对中国稍微下点手啊 中国都很无辜 不一样 我没有要选边站的时候 你看嘛 你看环球时报跟新华社 讲那个话就是 刚有什么事啊 那种一倍三千里的样子 你看他都冠冕堂皇啊 而且我们中俄关系你看 我们中俄关系是保护世界和平的 最后一道防线 这讲什么我听不太懂 新华社也一样啊 哎呀 美国在转移国内注意力 这个想要对欧洲伸手 所以都没有直接去讲这个 完全不提 完全不提 因为你只要想 中国的立场就好了 我干嘛去得罪乌克兰 我干嘛去得罪欧洲 我干嘛去得罪俄罗斯 那你们通通要给我买东西都可以啊 俄罗斯要卖东西给我我也买啊 与人为善啊 你德国卖有兵士汽车 我也不照买 对不对 兵士汽车现在全世界最大的销量 地点在哪里啊 对不起 就是中国大陆啊 那不要讲别的啦 意大利的那些什么名贵品牌 最大市场在那里 还是在中国啊 那你说你怎么跟中国唱反调啊 没办法唱反调 这两个人都闭着眼睛说瞎话 是啊 刚才这个委员一番的见解啊 那我们看唯一比较代表 中国官方在针对这个事情上面讲的 其实他也没有触及到核心的问题 他就说美国是要求安理会 举行公开会 理由是俄罗斯会对这个所谓的乌克兰这个地区 构成的威胁 中方不能认同 那美国在联合国会议上 推行的是麦克风外交 不利为谈判营造有力的气氛 也不利推动化解紧张的局势 其实这番话看起来他也没有要选边站 那我问一下Ross 你觉得中国在这一场里面 真的都不会扮演任何角色吗 特别是俄罗斯跟中国最近关系很好 中国明显扮演角色 你刚刚举一个例子 联合国开这个Open Meeting 公开的这个会议 安理会 中国不支持 所以不能说他们没有扮演角色 其实我觉得中国这个选择是错的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讨论到很多次 不管是德国 法国 北约 欧盟 甚至美国 俄罗斯是会跟他们讲个面讨论 但是不会达成什么协定 俄罗斯是要跟乌克兰一对一讨论 所以即使开一个UN 一个联合国的会议 那怎么样俄罗斯可以配合 中国也可以配合 因为开一个公开会议也不懂 他们要做什么样 俄罗斯要做什么样的软步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选择是不对的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让美国开 你就可以批评美国 而且我两位朋友他们也可以来讲节目 说美国在联合国说什么 你就可以批评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要让联合国 应该就派大家来谈一谈嘛 对 对中国来讲有什么危险吗 应该不会吧 不是 不是 没有危险 就不想要配合你美国演戏嘛 很清楚 你美国派去联合国大使 你自己也讲了 都水准不高啊 开几个小时都会应该怎么样啊 对不对 他就不想跟你一起唱唱戏嘛 或者说你会逼他表态 干嘛 他根本就不理你 对不对 他不用表态啊 他可以让美国跟俄罗斯表态 我来讲一下 因为美国的驻联合国的大使 也就是在拜登宣布的同一天 他就在联合国的安理会 提出来指责中国大陆 那提出来他怎么指责中国大陆呢 他说你都不帮忙 你都不帮忙 然后现在乌克兰危机 欧洲危机 你中国你都不帮忙 你可以去劝俄国冷静下来 你现在只有你能做到啊 你都不劝 那所以才有这个危机啊 所以责任在你 他就是这样的逻辑 我跟你讲 他当天讲就是这样 我现在讲的都是他当天讲的话 不是啊 这话太幼稚了 他当天讲的就是这样 我知道这个话 张军就火大了 张军就火大了 就马上回给他 说这个欧洲的危机啊 难道不就是北约造成了吗 那北约造成了俄国之间的压力 那你中国的立场是 他了解俄国的安全上的压力啊 所以他的立场是这个 一定要去关注到俄国的 而且要回应俄国的压力 要回应俄国的压力 这态度意思也就是说 俄国当初给美国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俄美安全保障协定 这个草案你美国人要给人家回应嘛 然后呢你北约要给人家回应嘛 结果你美国人不给人家 就给人家的回应是不理会 北约的回应是不理会 所以是你完全不理会俄国人的感受 所以造成今天的危机嘛 那你今天造成今天的危机 就在你德国 就在你美国跟北约 你竟然反过来说我中国大陆不帮忙 那之前你布林肯已经来玩一次了 也就是普丁要去北京的时候 布林肯一直急急忙忙打电话给王毅 说要跟王毅讲电话 然后呢意思也就是说 王毅啊你就可不可以劝一下 那个拉什罗夫啊 就是说普丁去的时候啊 你跟你们的老板讲 就是说是不是劝普丁啊 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就是那个 然后呢就对外公布嘛 那意思也就是说你都不帮忙 你都不帮忙 那这个很奇怪耶 美国一直要把中国拖下水啊 对嘛 中国都不想拆 对那你 你美国你在亚洲地区也好 在中美的关系也好 你动不动就在那边错错错错了半天 那你现在你美国碰到一个 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又想把我拖下水 那这个中国大陆也不是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你在玩什么东西啊 但是我不懂的是为什么中国不想在安理会讲啊 为什么在媒体或推特讲啊 他可以在安理会啊 那为什么反对美国这个提议 他都没讲 他都不想参与 那个张军是在联合国的安理会 驳斥这个 回应而已啦 对 回应 回应他的那个说法 他没有主动做任的事也不想主动做任 配合美国啦 我刚才讲到这个美中的战场你说 这个双方大家有在那个联合国上面 也有一个交锋 但是最近还有一个交锋的场合 我们在讲 现在是北京冬奥期间 然后我刚才听到蔡正元委员 在讲说那个裴敏星 在奥运场上 反而更多这种有趣的画面 因为我看到冬奥这一次 有非常多优秀的运动员 很多都是华人的面孔 华裔的面孔 有的是在美国长大 后来回到中国代表出赛 成绩非常好 比如说大家现在很受欢迎的 那个天才选手谷爱玲嘛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那另外也有让这个日本的 雨声绝拳三连巴梦碎 花式滑冰的金牌成维 他是代表美国出赛 不过我看到有一个焦点 就是在讲说 去年10月的时候成维 有告诉大陆的官媒说 他对于在自己母亲的家乡参赛 感到非常的兴奋 那这个感觉起来 应该大家会觉得也不错啊 但是微博的点赞 只有152个赞 是因为大家认为 他过去其实有一些言论 去触碰到所谓的政治议题 甚至有一种这种错误的观点吧 这个是可能在华人面前 他会觉得不高兴的 就是你看到 美国花式溜冰运动员 这个叫做埃文被刺 他讲什么 他说关于中国人权记录的问题 表示这撕裂了基本的人性 然后呢 陈维就被问到了 他说我同意他的观点 我认为要发生更大的变化 他必须要超越奥运会的力量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周知芳 他好像因为染疫退赛了 他也说 我也同意他的观点 希望说他将注意力 集中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 所以这两个人就被说 你明明有这个华裔的协议 然后居然去附和所谓的说什么 没有了解这个所谓相关的背景 就说什么中国什么人权上面有问题等等 你说只有他碰到这个问题吗 谷爱玲其实也 反过来也碰到一个问题 他是这次代表中国大陆参赛的时候 结果他选择加入中国籍 引发了大量美国的谩骂 甚至还有人给他死亡威胁 就有人在讲说 好像美中中美之间所谓地缘政治 变成这些运动员 反而深受其害了 委员你觉得呢 我一向都强调 要运动是人类超越各国国家界线的一种 了不起的文明 尤其是奥林匹克的精神 所以任何要求运动员去做政治正确的表达 或者政治服从的宣告 都不是一个很妥当的行为 当然这位所谓的艾文贝茲 他在那美国现在普遍的反中社会 然后把谎话当真话 把新疆形容成是一个奥什么奥违 其中营的这种说法 美国从国务院到总统 每个人都要说谎 那说谎他会拿不出证据来 所以整天只有用新的谎话 再去掩盖旧的谎话 不断的来麻醉自己 然后那些陈伟 周志芳 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要生活 他当然要忽偶而去 假装去呼应一下嘛 所以他的处境偶而是同情的 因为他讲这问题 人家讲说你这个是华裔的 那我要问问看你从中意 他当然很明显 他就是随便糊弄你两句 所以我想中国大陆网友 也不用去怪他了 因为他们处境也蛮艰难的 因为美国现在这个社会 越来越不理性 那谷爱玲就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历史 因为以前中国 在刚开始起步发展的时候 的确有很多中国的 优秀的运动员 在中国大陆拿不到太好的收入 那么去投入美国籍 可以拿到更好的收入 其中代表性的人选叫朗平 你们都忘了没有 朗平是中国很优秀的排球选手 后来选择加入美国籍 然后带着美国的女子排球队 征战各国 回来跟中国排球队对垒 当然还是输啦 不过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时是很多的中国的人 好像对他也不太谅解 但当时中国是相当亲美的 因为当时好像跟美国水乳交融 很亲美的 所以朗平并没有受到太苛刻的批评 但是时隔境迁 现在不一样 这个谷爱玲 他也比较特色的事情 他几乎就是在他的外祖母 跟妈妈的手下养大的 好像他的成长过程 看不到爸爸的身影 因为一直没有这个记录 然后他即使人住在美国的洛杉矶 他的家里的布置 他根本就是中国家庭的布置 你说一般人怎么会在门口摆 那些中国的风水的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表示他妈妈 在他稍微比较大一点 他好像十几岁的时候 就带他回中国 改成中国国籍 那一中国的国籍法 你父母亲有中国血统 你是中国政府是一定要准的 这是你自己法律写的 所以他没有什么入籍的困难 我们知道入中国籍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对他有一个母亲 血缘上面中国是以血缘为立国基础 所以一定会接受的 所以他很顺利的 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当然有人会批 美国人今天批评说他为了经济利益 所以美国很多网民批评他 你这个也不能太怪人家 我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谷爱玲代表美国出赛拿到金牌 他大概是拿到1万美金的奖励 我就这样的比方 美国政府给他1万美金的奖励 但是现在他代表中国 对出战拿到的奖金 我所了解的是200万人民币 这个换算一下 光这样的政府的奖励就差很多 难道共产党国家 还比美国资本主义是吗 不是台湾更资本主义 如果他代表台湾对出赛 拿到了金牌的话 台湾是2000万新台币 因为我们正面角度讲对运动员的那个 对对对对 可能因为美国太多人可以拿金牌 不稀奇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有人这样批评 可是我是觉得不用去批评这个 因为他长期动不动就在北京过生活嘛 他虽然是混血儿 但是他跟一般的混血儿不太一样 很多的中美的混血儿 大部分都比较西化 他这个中美的混血儿是相当的中国化 他很滑 不是就是他的北京话讲的 比大部分人都还的6 然后更重要就是说 因为他的特殊的代表性 他一出现在奥运会的时候 所有的名牌代言 光名牌代言 他今年的收入至少1亿人民币 因为很有故事性 很故事性 而且在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市场上 要找到这种标杆人物 Aerovilla 那个什么时尚的东西 都找不到这种化妆品啊 你们美国的亚斯兰带找他 对不对 所以表示说在中国大打市场 他是很好的标杆型的人物啊 那你不怪人家 但是他也没有说说我是什么民族主义 他也没有这种想法 就是个很单纯很可爱的小女生 你干嘛给他带了那么多的政治帽子呢 用自己内心的政治的肮脏的那种意识形态 想要扣到这些年轻的运动员身上 我觉得全不是有病啊 包括台湾前世人在批评黄玉婷 都是有病我不客气讲都有病 你只是把解放军在那个西南那个什么 那个航空四北区走一走的时候 你那种挫折感有没有 就要投射到黄玉婷 他是个小女生嘛 那因为女孩子他也没有 他整天练习他哪会管理政治 搞不好台北市场事业也搞不清楚啊 那你再想一想看喔 他不过他队友送给他一个 中国大陆的运动服 低沉了一点 那个运动服比台湾运动服还好 他穿起来练习的时候炫耀一下 泼上去 你不爱国呢 那如果穿日本的呢 穿美国的呢 是不是就爱国了嘛 不是吧 所以这是把个人的政治挫折 投射到运动员里面去 只是显示我们的文化水平的低落 要尊重运动员的国际精神 当时黄玉婷只讲一句话 他说这个运动无国界吧 无国界 他讲了又被骂 你看谷爱玲 谷爱玲问他说 你现在到底是中国籍还是美国籍 他讲了一句话 运动不谈国籍 跟黄玉婷讲话一样不一样 一样啊 一样啊 可是中国网民美国网民 好像在这个议题也不像台湾的网民那么激烈啊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哦 我们对于运动员跟政治有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给运动员很大的没有政治的空间 我们文化水平常提高 不要忘记哦 政治永远是文化最肮脏的那一块 人类文明要提升 就要在体育啊艺术啊文明这方面 就高度给他们尊重跟很大的空间 不要硬要人家做政治表态 那不是回到文革吗 对不对 一定要人家去做这种政治宣誓效忠 像美国就是这样子 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就是一个什么 另一种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嘛 那你对科学家的尊重 对于艺术家运动员的尊重 是你一种文化的展现 所以我们台湾上次很多人对于 不管蓝的绿的 对黄玉婷的批评 跟现在很多美国人对谷爱玲的批评 只是显示我们的文化堕落 对我这个听到委员在讲 然后我在看到华尔街日报这一篇的评论 我突然有一种角色混乱的感觉 你看华尔街日报怎么批评 他是说北京冬奥组织者 正在试图维持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环境 对啊那有什么问题 奥运会的精神就是一个没有政治色彩 但他现在批评说 你就刻意让我们这个政治不能进去啊 你说这个我们很多活动人士 要利用冬奥的契机来批评中国的 这个什么专制啊什么异化啊 还有什么穆斯林的啊 什么少数民族的这些做法 我们都希望做这种外交抵制 我们要来抗议 我们要利用这个奥运会 让大家看到 可是你们居然 试图要维持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环境 太可恶了 中国政府撥撤这些批评 然后说这个你是干预中国的内政 北京还指责了美国政府 试图把奥运会政治化 对啊这个指责哪有问题呢 但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评论 我特别想听Ross的意见 因为过去我小时候想到了网球名将张德培啦 然后什么滑冰的观影山 其实在不管说在中国大陆 在美国都很受到欢迎 可是现在看起来 大家好像把这个所谓的中美对抗 趕快延伸 无限延伸到奥运会场 如果你不要政治还会被批评啊 你怎么看法 我现在要回蔡委员 我希望如果跟我的台湾女朋友结婚生小孩 可以带来上节目 然后你可以对小孩做判断 是否太细化 你刚刚说 顾尔利根跟一般的婚学儿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给我一个公司 那怕没有要求婚是不是 女朋友要不要结婚 以后你可以帮我做小孩的判断好不好 好 你可以做分析 是是是 好 顾尔利其中一个问题是 我们都知道他是入中国籍 但是他没有讲清楚 不想给一个直接的答案 他入中国籍的时候 有没有按照中国法律 不是要放弃美国籍吗 按美国法律也是啊 没有啊 因为你可以有双重国籍 所以他每次被吻到 他不直接回答这个议题 那所以就导致很多人怀疑 他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 all-star这个明星的运动员 那那个时候中国政府给他一个 特别的待遇 他不用放弃美国局 有可能啊 这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回答 他根本回答啦 他不想回答不行嘛 你刚刚讲不完他回答 他为什么不回答 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可以不用被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 他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因为他不敢直接回答这个议题 他可能是怕会热祸美国那边 或热祸中国那边 但是越来越明显 因为他不直接回答是 他还没有放弃美国籍 所以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很不满 因为他再没有放弃美国籍 去为了另外一个国家代表他们在奥运 所以当然很多美国人会不满 这个是很可以理解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不算小气啊 以前连美国队也找过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啊 但是通常他们会放弃他们本国籍 而加入美国籍啊 他没有放弃美国籍还为中国参赛 当然很多美国人会很不满意 你美国政府如果不满 可以要求他放弃美国籍啊 但是美国没有一个法律说可以要求他放弃了 他要自己决定 问题是按照中国的法律他要放弃 但是好像他还没有 而且中国政府给他一个special treatment 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嘛 跟他什么关系 那如果我们不谈古埃林的个案 我们来看如果华尔街日报 他认为说你奥运就是一个 让所有我的政治意识啊 或是我个人的什么对人权 不管为什么我就是应该一个表演的舞台 一个发声的舞台 你中国怎么可以不让我有政治发声的机会 怎么可以维持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环境 我们都知道每次不管是夏季奥运或冬奥 大部分的时候会有碰到这个问题 偶尔不会比如说夏季奥运在Rio 在Brazil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但是如果是在俄罗斯 或者上次冬奥在南韩对不对 然后有很多北韩南韩相关的 political的议题对不对 那北韩的政府官员 会不会碰到美国政府官员 当然是很多political的议题 甚至上次夏季奥运在北京 也有很多相关的讨论 就是关于中国人权记录等等 所以不能说奥运或其他的国际运动比赛 还是完全没有political 没有政治的彩色 当然是有的 所以人家说是没有 其实他们 我觉得他们不是很诚实的 来回答这个议题 不是 因为恩格匈 你可能误会他的问题 奥运会的国际活动有个特色 场内跟奥运会管道大的范围里面 不可以有政治活动 大部分都在场外 那现在当然中国政府 连场外也不让你表演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请问你 你奥运精神本身就是要不涉及政治 让大家不同政治立场都能够来 那华尔街日报讲的 也是打自己耳光 他说中国压抑 同化以穆斯林 意思是中国欺负穆斯林少数民族 请问你 所有抗议的都是基督教国家 没有穆斯林国家 你怎么好意思讲这种话 请问你 这些穆斯林国家最大的是哪 印尼有没有抗议 没有啊 人口最多的嘛 实力最强的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有没有 卡达有没有 还有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也是穆斯林国家 所有的穆斯林国家 没有人对中国大陆 对有没有欺负穆斯林有意见 偏偏对中国大陆指控说 你是有欺负穆斯林的 通通是基督教国家 不能说完全没有意见 偶尔 比如说 特克偶尔也会 没有没有 不能说完全没有 土耳其的色彩比较特殊一点 它有它的政治力在里面 但是基本上 土耳其对于穆斯林的问题 没有用这种方式去处理 正统的一些穆斯林国家 都没有对中国大陆欺负穆斯林 这件事情有所评论 包括巴基斯坦 非常纯粹的穆斯林国家 还是印度为了进度教育 跟穆斯林搞得很糟糕的 他们还派了一个特别任命的大使 跑到新疆去查核 那中国当然你不能来查核我 中国说那你来访问 你要走到哪里去 走到哪里去 所以他派一回问回去 跟巴基斯坦报告 绝对没有这个事 所以巴基斯坦从此就没有事了 不像那个什么 那个里面蓬佩奥 中国说你来访问啊 蓬佩奥不敢去啊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要来台湾 我们都知道 不是不是 他是说叫庞佩奥 他静音音一定会来台湾 国务卿的身份 他现在没有国务卿的身份